我们这一讲讲一下释迦摩尼的生平 在早期的佛教经典里呢 其实并没有这位佛教创始人的完整生平 关于他的大量的记录 都是后期这些僧人根据前期的传说编算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他姓乔达摩叫西大多 是生于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加皮罗魏城 他并不是自己母亲长养大的 他是由他的姨母 他的姨母呢那个名字非常难说 他的汉译就叫大爱道 由他的姨母大爱道抚养长大 大家并不知道佛陀实际是结了婚 生了孩子以后才出家的 他很年轻就结婚了 然后呢跟旁边一个部落的继承人 我们就管他们叫女王 叫绝善女王 结婚了 生了一个孩子叫罗侯罗 这个罗侯罗后来也是他最初的弟子之一 他20岁就离家出走 到处巡视访友 这个在古代印度是一种潮流 就是年轻人到一定年纪就像中国春秋战国一样 四处出去游学 其实他这种过程应该是一种游学过程 关于乔达摩出家的动机呢 在传说里头有很多种 有的是说他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出家 就早知道他要出家 不愿意让他出家 给他找了很多宫女 然后不要让他看见人间的各种丑恶 但是无意中他还是出门的路上 看见一个老头有病 其实那个就是过去佛变化出来 点化他的 就这种传说有很多 但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考察 他的出家很可能跟一桩灭族案是有关的 我们在上一讲 讲到过当时居萨罗国王 波斯涅王 就是圣君王 跟他是同一时代的 在佛陀游学的过程中呢 碰到了这位国王 这位国王对他大家赞赏 但是圣君王不在国内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发动了政变 不知道为什么就迁怒于了世家 于是发病消灭了世家的国家 世家在路上听说了这件事情 就去阻拦 但是根本没有阻拦成功 所以 波斯涅王的儿子就屠杀了整个世家族 据说世家听到整个世家族500名妇女被杀的求告之音 也无可奈何 只好流着泪 这个念佛 就说世家也没有显神通 这是当时可能有的事实 有些许的历史记录 但不明确 因为我们谈过 印度这个国家在自己的史料方面非常的马虎 曾经有印度史学家说 如果没有中国佛教史 我们都无法追溯自己国家的历史 这种剧烈的变化和战争 导致了当时很多的不幸 在乔达摩游学的过程中目睹了多次 尤其是他自己全族被灭族的这件事情 深深的刺激了他 让他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厌世思想 于是乔达摩就决定要去体悟人生的真谛 当时他准备去悟道的时候 他的师父是著名的外道 数论派的先驱阿罗罗家 他跟随他去学习禅定 古印度的哲人 大多都通过禅定和瑜伽来修行 大家不太了解 为什么禅定的时候要不吃饭静坐着 这来源于印度人对一个自然现象的观察 印度人发现这个湿的木头 你去摩擦它 它不能着火 你只能摩擦干的木头才能着火 当时的人认为火光明有真理的象征 就是光明是一种真理的象征 火就是一种真理的象征 所以他们觉得人身体里也都是液体 那只有饿着 不吃饭 不喝水 让自己的体液全部蒸发了 干了 像干的木头一样 这样才能悟出真理来 所以世家也跟随数论派的阿罗罗家 去进行禅修 他逐渐的每天减少饮食 直到最后每天就吃一粒米 到最后七天才吃一粒米 就是想把自己彻底饿干吧了 然后觉得就能悟出人生的真体 但是发现这个不行 这个故事在佛教史上非常著名 后来他又喝了养奶粥什么的 最后他觉得这种禅定方法不行 他就换了一种方法 吃饱了 喝足了 洗干净了 然后坐下来重新修行 终于 就这段故事已经被神话的 就是尽人皆知了 我们就不细讲了 就是终于七天七夜以后 他终于悟出了真体 就是四体 我们说 佛陀的大量的教义 是根据前人的教义 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他吸收了很多外道的哲学理念 但是必须说 四体是佛陀独创的 首创的 唯一的 这个也标志着佛陀真正的成道了 我们经常说 我们问每个人说 你是谁 但是我们不问佛陀你是谁 我们问佛陀说 你是什么 佛陀说 我是佛 佛的意思是觉悟者 大家并不太了解 佛这个词并不是汉语的词 它实际是从 今天的阿富汗 当时叫土火罗 传过来的时候 它是法这个词的译音 就是佛窝佛 佛阿法 它佛与法 是一个同译音 我们今天佛字 取自当时的阿拉伯传译音 就是阿富汗的传译音 所以叫佛 它的意思是觉悟者 这样佛陀在他35岁的时候 就彻底的了悟了 所谓了悟了 就是悟到了四体的真谛 于是他就开始转向他的传教活动 就像奇纳教的大雄一样 他的传教前后历时45年 传说 他成佛以后 就赶到了婆罗奈成交的陆野院 这个故事也非常有名 就是吴比丘的故事 然后找到了当时 因为他是王子嘛 他出家总是有人跟着他嘛 找到跟他一同出家的五位侍从 就是著名的阿若乔陈儒尊者 大家这一点我插一下 因为很多人认为 佳叶阿难是他的大弟子 二弟子 不是 五百尊者里的老大 叫阿若乔陈儒 这是第一位尊者 他找到了这五位侍从 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了物 就是佛祖把他这个五位侍从找来之后 讲述了这个四弟 因为大家不是很理解 于是他从不同的角度 讲了三遍四弟 他佛陀成道以后 就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 他的生活是很规律的 这种生活其实 是当时普遍印度的修行者的生活 就是早上起来 就开始坐禅 到了中午就出门起食 就是要饭 中午饭以后 又找一个安静的处坐禅 因为印度这个地很热 他得找一个凉快地继续坐禅 到黄昏的时候 佛陀才开始说法 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为什么每天黄昏开始说法 因为黄昏才很凉快 每年他有九个月的时间 是到处的巡游步道 印度每年有三个月的雨季 在这三个月的雨季 佛陀会停下来 叫伐沙 又叫坐下 有一点 很多研究者都没有研究到的地方 是佛陀传教的路径 以及佛陀传教的人群 佛陀传教的路径 是印度史上著名的商道 他基本上走的都是商道 而他的传教 一直是以商人和王族为目标的 尤其重点是商人 就是佛陀一开始 他的教义宣讲的目标群众 就是商人 佛陀有两个最重要的说法处 在佛经里经常提到 一处叫舍卫城底园经社 一处叫居萨罗国的王舍城竹林经社 而这两处经社都是大商人捐给他的 在佛经里 不管商人叫商人 就是有钱的商人 不叫商人 叫什么呢 叫长者 就是年纪大的人 佛陀成道的这个地方呢 因其成道 所以叫做菩提加耶 这个菩提加耶呢 就在今天的印度比哈尔邦 他成道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佛教圣物 就是菩提树和金刚座 古代典籍里说 自古金刚座都在那里 中国也有几个金刚座 成佛必须在金刚座上 人间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今在此 接在此金刚座上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佛陀成道以后就是说法 他的说法被称为转法轮 为什么佛陀的说法 就佛法被比喻为法轮呢 说法被比喻为转法轮呢 法轮是指转轮圣王的一个武器 叫轮宝 这个武器什么样 我也不太了解啊 就是可能跟庙里那个样子差不多 轮宝它是一种印度武器 威力无穷 不可阻挡 用轮宝来比喻法轮 旨在表明佛法的无可匹敌 功德殊胜 破除一切 就是什么都挡不住 佛陀所转法轮 从明面上显示 就是佛陀的声文法 就是佛陀自己亲说的 关于佛陀亲说的这些声文法 主要是通过阿韩经表达出来的 而这一部分是佛教诸派共同承认的 就是佛陀所转法轮 声文法 大家都必须承认 除了佛陀所转法轮 这一部分声文法之外 还有一部分法 叫方广法 方广法 后来就称为大乘法 但是 这一个方广法 当时并不是佛陀的 这个 直接说的部分 大乘部自己的典籍说 方广法 就是大乘法 是对大乘根性成书人所说之法 初转法轮是没有 因为是密传之法 就是隐秘所传 简而言之 就是这有争议啊 这个两派之间有争议 后来 佛教内部统一认识 就说 初转法轮的时候 佛陀所教之法 有两种 叫一显一隐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佛陀初转法轮 显示的法 是声文法 就是表达出来的 显示了的 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呢 没有表达出来 但佛陀也有一丝带出来的 叫一隐 叫一显一隐 声文法 就是对 佛陀 声文所传之法 叫一声文法轮